大家好,我們今天講講在英國怎樣做生意 找到Facebook Page的版主,逃出香港地的Ken 來講講他在英國的經歷和近況 Ken,想問你是什麼時候和怎樣來到英國的呢? Hello,大家好,我是Ken 我和太太是在2018年透過英國的創業移民簽證來到英國的 當年這個簽證的門檻比其他發財國家,例如澳洲、杜耀帝 只需要在英國投資20萬磅,開一間公司做生意,請兩個人就可以了 但是很可惜,這個簽證已經在2019年開始停止了 你們之前有沒有在香港做過生意,來到英國之後又打算做什麼生意呢? 我們之前在香港都只不過是打工仔,從來都逼做過生意的 太太就屬於做一些跟小朋友有關的行業 所以當初就選擇了做Softplay Center 形式就類似香港的親子商廳 小朋友有他們的地方玩,大人就可以聯誼和輕鬆一下 聽起來就多特別啦 那你來到之後開始籌備,當中遇到什麼困難呢? 來到英國之後就因為地點的問題,一直都找不到適合深水的舖位 後來我們就改變策略,想把規模熟小一點 於是就找了一些沒有這類生意的小鎮 那英國的節奏就沒有香港那麼急 擁有差不多半年的時間去傾租約和市議會上申請 誰知道都準備好了的時候,忽然發覺在我們背面街的商場 就來了一間跟我們差不多規模和形式的競爭對手 他們還用種種理由去反對我們在市議會的申請 雖然之後我們的申請被批了,但覺得都會很難經營下去 所以最後都是打燒了這個計劃 以我所知,你的簽證要在指定的時間裡開始和開始請人 那你最後怎樣解決呢? 之後偶然間認識了一個都是從香港來的家庭 他們是開台式飲品店的 見他們都做得不錯 所以就決定去了另一個比較多華人聚居的城市去發展這門生意 這裏補充一點點,Kent之後跟我說回那個華人城市就叫walking 好,那之前的工夫不是白費了嗎? 差不多所有事情都是由零開始 租的店鋪又要談多半年 只是談好租約,等業主簽名都出了一個月 但有了第一次的籌備經驗,就知道學會了流程和控制的節奏 裝修好之後就約市會派人來檢查 他們會按你的衛生程度、製作過程和一常幾內評分 我們都做了很多研究和向老的前輩學習 努力了一輪,終於得到最高級的五分 Kent,可不可以跟觀眾說一下什麼是五分? 每一間在英國開業的食肆都要向所屬的市政府申請 然後他們會派人來巡視你的店鋪 按衛生標準、飾物製作過程、儲存紀錄、溫度控制 甚至員工制服來評分 由最低分的零分到最高分的五分 出了報告之後,他會給你貼貼貼的店鋪 讓其他人都知道這間店鋪的衛生情況 好,剛才Kent說到要請人 這方面又遇到什麼困難和問題呢? 開店當然要請人打你 但英國是一個相當保障勞工的國家 而因為跟香港文化不同的關係 用香港老闆的方式在這裡做管理 就可能有需要調教一下 否則就會很容易違反勞工法例和惹上官票 試過有一個員工一出了薪後 就無緣無故失了中和 之後又用不同的原因上班 當時真的不知道是怎樣處理的 幸好英國有一個官方機構叫ACUS 他們會免費提供熱線給老闆和打工仔 去問有關勞工法例的回憶 還會給你一些意見你怎樣做 才會保障到你 想知道更多的朋友 就可以參考一下這個網址了 開店後有沒有遇過難忘的事? 店舖在今年2月開張 但兩個星期後 就開始受到肺炎疫情的影響 沒多久還停業了幾個星期 開店後的生意還未如理想 但慢慢跟客人熟落了 記得他們的口味 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 他們落單的時候 就有點親切感 有時都有點趣事 就是有些客人會儲了一些贈飲 到兩尾才拿出來使用 其實我們本身是做外賣的 政府是不是讓我們繼續經營 但是不想員工冒險 我們還是休息了三個星期 到4月中才開 我們也有為店舖加強清潔 員工上班前也要量體溫 店舖也改了不收現金 開之後的生意跌了七成 最慘大不止一天只買出了四杯 希望之後會陸續好轉 接下來就可以申請BNO Visa 那Ken又有什麼想跟過來的朋友分享一下呢? 如果大家真的想過來英國生活的話 就要問問自己 肯不肯放下香港的一切 這裡不會有香港的方便 外出吃飯又會比較貴 家裡的家務和維修 主要都是靠自己做的 下半是一個輕鬆的環境 大一點的空間 簡單一點的生活 而想融入這裡的生活 最好是入鄉隨俗 不要將所有香港做事的方式 照搬過來 Ken可不可以給多一點意見 給將會過來英國做生意的朋友呢? 來英國做生意 這裡是保障員工和消費者的地方 員工表現不好都要跟足程序 去給機會解釋和改善 如果最後都不達標才可以解僱 消費者也是隨時拿著你的貨品回來退錢 原因可能只是他買了之後 發覺他不喜歡這件事 而且這裡對公司和個人的帳目比較分明 老闆自己的細費就不能隨便開工 今天訪問就來到這裡 好多謝逃出香港地價Can 接受我們的訪問 拜拜